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Microsoft的Dynamics 365 那个Financials 这个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准备 我大概花了一天半吧 因为我特别特别忙 所以说我本来想花一周的时间 其实到最后最后也把我赶到最后了 大家都知道吗 就是那个Dynamics 365 然后是去年年末上线之后呢 然后其实它整合了里面的ERP和Financials 是吧 所以说我在 我以前给大家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 但是今天呢我想勾输入稍微的 我想把大家引进Dynamics 365 Financials这个大门里面 大家里面以后在自己里面再去深化 还有我们的这个项目上会用到DynamicsFinancials 所以说大家会 你别看就是一次课 我敢保证你们能了解这个NOW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你们真的能做了 能很快就成为它的Professional了 这是我今天的agenda了 就是一个是我等会儿到就看一看整个的一个系统 这个我会很快 就是现在的那个企业里面的业务系统是什么 业务流程是什么 还有企业的一个整体的系统是什么 很快啊 以前我讲过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NOW里面去看一下 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个Scenario 就是这个NOW呀 在整个的企业的这个业务平台生态环境下面 还有几个Scenario它的应用是什么 然后这些Scenario我们都会在项目上来使用 所以说大家稍微关注一下 这是一个我画的图 这个是我画的 是我的专利 大家的笑话的是吧 那个在这里面 基本上是我囊括了整个就现代的这个业务呀 一个企业 一个Enterprise Level的整个的一个企业的业务体系 基本上在这边都有了 那我现在不想勾诉所有的这个CM 大家都支持我们的 我们都是CM的Expert 这是CM对吧 XM我们很多同学在这上面做工作 其实就是XM的工作 是吧 我们同学肯定在做 然后这CM 我今天不太强调它 因为CM你们都是Expert 都是专家 对吧 然后呢 那NOW在这 企业里面的Finance NOW是在这的 然后NOW也会我们前的所有的业务 doesn't matter你是什么样的业务体系 BI Based Intelligence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要关注的 是吧 然后下面这些东西 现在你大概要看到Field Service和这个Project Service 其实都在我们的Dynamics 365平台里面了 那这一部分其实已经成为APP 你可以你当你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 它已经在那了 对吧 然后这是我们的Office 365 那么说HR这种Compliance,Audit,Security等等等等 那这一块大家是陌生的 ERP 那个在这里面我列出来是那个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和Manufacture 那今天我在讲我们的NOW的时候 在Financial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里面提供了ERP的很大的一部分这个Function 大家一会儿就会看到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关注在这儿 知道吧 我们的Financial 你而且是其实企业里面有几个 一个是业务流 一个是财务流 还有一个数据流 那个在这里面我们都会cover的 好了这个大家图已经不陌生了 我想刚才我是看到了从这个企业的这个业务体系给大家有一个感官的印象 这个PPT到时候我都会在我们的论坛里进行分享的 大家都可以得到 所以说以后在大家在在看整个体系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框架 在这里面我就想给大家看介绍的一个就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要即将实现的一个参考框架吧 是吧在刚才在前面里面那这上面我还抢了我这个有一个抛头是吧 e-commerce系统 我们今天会介绍financial inventory 当然讲你可以shipping 就是logistics 就是后端 然后我刚才谈到的数据流 然后业务业务流业务要继承 然后这就是它后台的数据结构 最后产生BI 好了吧 大家其实以后你在做任何一个项 在任何的企业你不信你走向以后走向任何的职场 你的企业的应用 基本上不会超出我们刚才的这个图 因为这一步你说你可能我没有典型的这个sales marketing service 但你总有BPM吧 Base Process Management 几乎是你的企业的运用不太会超过这个这个范畴 那么这个实现我们把这个实现之后 你的企业的应用也不太能超过这个范畴 这是一个实现的一个参考框架 好了那个Nav Nav是什么东西 Nav是微软收购的一家欧洲的一家公司 是丹麦我忘掉了 然后它进行不停的整合了 然后它真正Nav是怎么呢 它是以更强调的是它的financial的模块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ERP的解决方案 现在在Nav里面它也支持 然后Sales marketing service的管理包括HR 所以还有项目的管理 这是那个Nav 大家这个Nav呢 我不想我们今天不会cover这么的这个function 是吧我们只是等我到系统里面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我们的坦率365里面的financial 就是以前的Nav是什么长相 它能给我们做什么 这个是Nav所使用的这个native的language 这个program language 它是C-Client的Solar Application Language 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在意 因为这个language很容易 到时候我也可以在上面 就得给自己简单的web service 大家不用太在意 所以说大家有这个 现在对Nav有这个认识就行了 Nav实际上只是一个ERP系统 但是它的financial accounting是比较强大的 然后呢在现在已经被整合到我们Dynamic 365了 也就整合到云端了 它的这样的叫现在的在云端在365上面 它叫artificial是吧 那这是它的一个框架 在这我很快就过去了 on-premise的框架 看得很简单 它的server 它后台的数据库 然后呢它有Nav有不同的client 在这边client 现在我们用到的是webclient 等会儿我会给大家展示webclient 是吧 我们是通过browser 那它自己也提供这种windowsclient 比如这种rolltaylor的这种client 在这次我不给大家介绍 大家就记住它支持不同的client 而且还支持不同的device 这是它的一个框架 其实就三层结构了 大家看得很容易 是吧 server后台的数据库 然后前端 对吧 其实在这没有展示 那把它放入一个部署环境 就是什么呢 database 然后呢它的server 然后呢 这是那个web service web server 就是用户反过来 是吧 提供的representation layer 然后呢 你不同的前端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要看到这个 这个nav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是在on-premise环境下吧 那在如果在云端 我们不太用在意 不太用在意它是 到底它是什么样的layer tier 是吧 我们只是来 leverage 它来给我们挺解 方案就行了 这是dynamics 365 financial的nav 大家看了一下吧 那在这里面 这是我现在列出来的啊 这是我在系统里面 然后我把它整理出来 因为现在365 就是financial的这个相关的教程很少很少 我几乎没有找到 然后这个我是 这是我总整理出来的 一个是financial的一个这个management 然后是sales 还有这个就是purchase 大家等会进去就看到 然后跟这个BI和那个cotona的集成 以及它的配置 是吧 然后它支持 支持不同的client 这是我刚才看到的 然后支持不同的device 这个现在放在这儿 等会我们到系统就能看到了 它基本上就是financial 然后sales 然后purchasing 叫procurement 就是采购销售 然后accounting 这是它现在在云端最主要的几块 然后跟那个BI和那个cotona 又后台的upfuel intelligence 都很好的集成在一起了 这个大家看的也不陌生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 我再通过这个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现在我们的dynamics 365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样子 那哪些东西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里了呢 sales 在我们口袋吧 我们CM都在我们口袋里 marketing field service 在CM里面 operation 是后台的ERP系统 对吧 这个现在我们还没有cover它 然后customer service 在我们口袋里吧 然后project 也在我们CM里面 对不对 project automation finance 那今天我们就看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忽略掉 因为我们我们的后台 那个ERP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而且在企业里面ERP 就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是吧 然后在这个dynamics 365里面 它实际上是以前的AX 它把它放到云端了 就是在云端实现了它的ERP系统 主要最强大的是它的manufacture 就是在制成manufacture的整个的 supply chain的ERP系统 那这个是finance 其实finance这是一块 我一定要给大家补上的 因为你在所有的前端的marketing sales等等等等 service 它的财务流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它怎么来处理它的财务系统呢 所以这个finance补上之后 我们这个系统就很健全了 这个是在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的 那个参考框架里面 我们还是强调的三个流 一个是业务流 数据流 财务流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财务是怎么样 怎么回事 这是另外一个框架了 我这个放在这 然后大家给大家做一个完整形 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这是我们打的365 然后这个今天我们卡入的是 那个finance finance在哪呢 这365这里面怎么没有finance finance这一部分 然后这是powerBI 然后这是cotona等等等等 今天我们就cover的这个finance这一块 然后呢 这个finance竟然没有出现在这里面的调了 然后这是到时候我今天我们以后的topic 我都会强调我们今天不会cover 那个common的data model 也不会cover这个这个powerapps 其实这是两个the one's the topic 在以后它会改变我们系统集成的这种model 所以说这个到以后 到以后我们再去再去再去讲解它 这是它现在的一个基本的逻辑的一个 一个architecture 大家keep in mind是吧 这个应该在成都在胸 是吧很清晰 好了 那这个那我们就去到这个系统里看看吧 这是我列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看一看 基本上在这个Microsoft的Dynamics 365 financials基本上就这几大块 然后那个我们到系统里去看一下 它现在的就是现在的Dynamics 365 你看谈到我们的Dynamics 365 它所有的用户的管理 包括你的billing的管理 license的管理 它都是通过那个office 365来管起来的 itmin管起来的 对吧 所以大家它是在一个统一的管理平台下的 管起来的 也就是它的生产力和业务流程 是很好的集成在一个平台下的 这就就长这个样子 看到了吧 那么说当你lock in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 这就是我们跨进入到这个365的 financials这个体系下面了 那你看这是我的role 我是Base Manager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在这上面 它是这种Tile这种Model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的Activity 它相当一个Dashboard 你的Activity 你的Coats Orders 包括你的Sales的情况 这是你的Base Assistance的情况 包括你的Top5的Custom 你在这里面可以选择 这个大家都心里 你可以按着选择它的时间 你可以选择下一个Chart 是什么东西 是吧 你可以 它在这里来给你改变 你可以用不同的这种Chart的Model 来展示给你 你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选择 你现在这是一个 你比如你这是ongoing的Sales 所以说你有不同的Activities 你在这可以选择你的Purchase 是吧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的Payment 等等等等 跟财务相关的很多信息 就可以在这直接反映出来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Model 然后这是你的Workflow 你可以在这Build你的Workflow 然后在这里面你可以打印出你的Financial Statement Balance 包括你的Cash Flow 包括你的Tax等等等等 都可以在这边打印出来 这是它的一个First Page 现在这里面一个它展示 它这里面就是展示财务嘛 一个Chart Accounts 然后呢 你的Custom 你的Wonder 你的Item 你要买销售的物品是什么 是吧 你的Bank Accounts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Model 那么说我想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说在这里面打开这个之后 大家就会看到啊 其实在这个我们Financial里面 我们最主要的几个业务流程 之一是Financial 看到了吧 就是你的财务 你的Sales 你的Purchase 你的Purchase 销售 你有了产品 你销售给你的Custom 你的Purchase 你的采购 是不是 然后呢 其他这个 还有这个Site-Up Extension 我刚才在那个上面提到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个 这就是这样一个Model 这个Financial 就是NOW 它也是这个肉追问的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上面 你当你是不一样的 Business Role的时候 你这个你所访问的权限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很重要 大家就要记得这个Button 因为以后 你要以我这个作为参考 你要需要了解NOW的 因为要需要我们在项目上会实践 它跟我们的SAM的集成的 财务流的集成 在这个很重要啊 这是它的一个Role的管理的Model 在这里面 现在我的Role是在是Business Manager 那在这里面 你可能有不同的Role 你看到了吧 你可以是Accountant 你可以是Business Manager 你可以是这个 你可以在这里面创建你的用户 你比如你现在 你要想创建你的用户 你在这里面 你要选择到这个用户组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就可以创建你的用户 所以这个技术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一般是在你选择 不同的用户组的时候 你要退出来 再重新Login 不同的Business Manager 它有不同的这种Permission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啊 所以在这里面 你可以创建不停的用户来 然后把它分配到不同的用户组 然后你的所有的行为是Role Tailor的 它是跟你Role是Mesh在一起的 那在这里面 你看我们现在就 你就可以创建你的用户了啊 你这个你有不同的用户组 你在这可以定义你不同的用户组 然后你看他们有不同的权限 然后在这里面展示出他能做些什么啊 做什么样的工作 你比如你是Accountant 他能干什么呢 如果是你的你是Accountant的 你能干什么呢 你可以Receivable Payable 对不对 Assembly都可以干 然后你可以Banking 都可以看到他能做的事情 然后你看到他们的Cashflow 是不是 然后你可以在这创建你的用户 现在我今天早上创建的 我创建了BRGATS 然后创建了两个用户 然后你在这可以设置他们的Permation 所以说这就是他的一个用户管理的权限 其实他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要关注一下 因为你不同的用户 你所能做的事情完全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面他现在定义的 是这么几个用户组 Content Base Manager 然后这是那个Sales Relationship Manager 一般我们现在Content 和那个Base Manager 用的比较多 在这里面 你来对你的客户经营管理的 然后你就可以设置你的Team Member 我们还是回到以前 我们刚才的 我们设置的用户组 我们还是Base Manager 然后我们改变他的那个用户的这个权限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那个Logout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还没有挥过的原状 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系统了吧 然后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回到 其实在这个里面 我们都 我们的所有业务 是围绕着这个方面展开的 一个是财务 对不对 Content 然后呢 你有你的Cust 你有你的Wonder 你有你的Eater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产品 对不对 然后这是Bank Account 你当然了 你要支付 你要 你要Check out 就是查询你的Bank Account 对不对 从这边来看 所以说 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对你的这个 比如你 你可以对你的Custom进行管理 对吧 这个跟我们的CM很像 这是我们的Custom 看到了吧 然后 你可以看他不同的这种 这种List 这边是你的 你选中Custom 他说你Custom的一些 一些销售的情况 你不要按更多的Sales 等等 Olders 等等 Invoice 是不是 他是这样的关联在一起的 然后呢 Wonder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Wonder 虽然照片是一样的 人是一样的 他们既是我们Custom 又是Wonder 实际上是分开的 这是我们的Wonder 是不是 然后这里面就我们Wonder 我们 我们购买他们的情况 一些Auto的情况 Invoice Credit Mimo 是不是 这样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产品 Item是我们的产品 看到现在 大家这个 这个是比如 你现在看到这个状态 跟我们的CRM 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 就看从这 从现在看 跟我们CRM 业部上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我们的产品 对吧 这是我们产品 然后在后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跟 我们的BI 刚才谈到了BI Based Intelligence 来关联在一起 而且呢 可以跟我们的后台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绑定在一起 我们可以预测 这个产品的销售 只是现在它没有足够的历史数据 是吧 好了 基本上 到现在来说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一个scenario吧 是吧 我们以它这个系统 那我们 我们这是一个系统 在这里面 你同样 我们要build的一个NOW系统 我们同样要设置 我们的company 我们要同样 要就是有很多系统的siting 都到后面会看 对吧 当你这个系统设置好之后 这现在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这个 这是我们company的Name 然后呢 我们有很多 我们的Based Siting 然后设置好之后 那其实我们这个company 是最简单的 现在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一个scenario 就是我们是一个 这是我们的company 然后呢 我们有我们的Wonder 刚才谈到我们的Wonder 到我们的Wonder 我们从Wonder那 来购买我 他们的产品 然后呢 我们sell出去 sell给我们的custom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life cycle 一个bins的life cycle 对不对 所以这个系统 你看 它其实很直接 一个是有Wonder 然后购买了产品 然后我们sell 给我们custom 然后itern 就是我们的产品 所以说 那我们现在 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这样一个系统 那我们走一下吧 我们就看看 走一下 给大家 bill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概念 到底我们怎么来 该怎么来做 对吧 我们说 我们首先 我们一个scenario 我们首先到Wonder 这儿 我们要购买 相应的atter 就是购买Wonder的 这个产品 对吧 比如我们到这个Wonder 这儿 我们购买 购买我们的产品 我们先购买一个 这个procurement的一个 一个life cycle 到这个Wonder 然后呢 我们怎么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 issue一个 procurement的一个order 大家了解吧 我们走 购买这个procurement的 这个life cycle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选择 我们要购买的物品 比如买 我们买Dog 这是我放进去 我create的一个商品 我们买了30个 其实在这里面 它有很多相关的设置 在创建你这个Wonder的时候 有很多相关的设置 你要想创建一个newWonder 你可以在这里面来创建一个newWonder 我们给它一个number 在系统里面 它有个系统 我们可以customize 根据我们的convention 然后它自动分配 Wonder一个inverse number 在这里面 我们给它一个 我们先产生了一个procurement的一个order 我们产生了这个procurement的order之后 我们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要把这个order发给我们的custom 让它们采购吗 那我们就要post 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go through你的approvement go through你的manager 对不对 得到他的pro 你可以在这里面更改 你的这个procurement的 这个产品 产品 货物 是吧 你可以在这里面 当然了 你有你 你可能可能有你的定价 你可以go through 跟他去negotiate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把它这个过程流成简化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post 就把我们这个purchase的这个order发给了我们的wonders 然后那wonders他就resale 他是不是要我们产生相应的reward in YCR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他会说他要post的相应的所有的财务的发声 所有的那个journal这种这种entries的发声 他都会直接反映到我们后台的accounting系统里面了 等会我们到后台的accounting系统里面去看一下 那行了我们就把它post出去了 这就是一个完成了一个完整的procurement的一个process 那么说我他这个然后我们把这个procurement的order发给我们的wonders之后呢 我们的那个inventory就会有相应的update 了解吧 他会直接反映到我们的inventory里面 好了那个我们去看一下iterm是不是他我们刚才采购的dog 其实刚才在这里面他的inventory应该已经被update了 在这里面是吧 在这里面inventory的数量已经update了 那在这里面这个这就是一个一个整个采购的一个过程了 那我们的这个iterm它的管理 它的数量的管理是在我们的inventory里面进行管理的 我们采购完之后 那我们下面该做什么呢 我们如果是我们有我们的custom 我们要把这个dog卖给我们的custom 比如我现在跟他 这是我们的custom对不对 然后我们销售在这上面 我们就勾入一个sales pipeline 是吧 sales的一个业务流程 那我们的销售 假如我们开始 我们可以直接产生一个sales order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熟悉这个cm的话 我们如果从这个我们从oportunity开始 是吧 lead到oportunity开始 那我们在这上面 如果他对我们采购我们的order 采购我们的dog感兴趣 是吧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商机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创建一个商机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创建一个商机 那我们就产生了我们就build了一个oportunity 这跟我们的cm很像了 build了一个oportunity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开始go through整个的sales pipeline 那在这里面我们先先把它这个activity一下啊 把这个激活 下面该干什么呢 我们有了商机 然后我们有custom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 是不是我们就要跟他进行communication 给他然后我们相应的campaign 是不是跟他进行交流沟通 所以说我们创建一系列的我们的activities interaction activities 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已经预先定义了很多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跟custom是吧 engagedcustom 比如我给他打电话吧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interaction activities 好了 我们跟custom已经交流沟通过了 那custom最终确定 custom想买我们 比如想买我们20只狗 是不是 那我们这时候该做什么了呢 在sales pipeline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 要code了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code了 我们这个iterm 我们开始选择iterm 我们是dog 然后买10只吧 好了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code 是不是 那code 如果大家讨价还价都同意 怎么弄 下一步呢 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是不是该sales order了 make order了 对吗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code转化成order 是不是跟我们那个sales pipeline一样的 然后他这个上面就是说在你转化成order的时候 你的opportunity必须close 对吗 跟我们的sales pipeline也是一样的 好了 也是这样的 你我们赢下来了 然后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best price 这是你的一些 你一些raison是不是 那我们是这个best price 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option也close了 那这时候我们刚才的那个quotes就转化成了一个order 然后就会产生 好了 这就是sales order 对 然后我们post 是不是你sales order 我们是不是该post的了 然后你看我们刚才产生了order 是不是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ship和invoice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开始go through后台的logistics 是不是这时候 我们这个sales pipeline就完成了 然后后面 那下面的sales order就到你的财务了 counting了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相应的reporting 一些code都在这了 是这样吗 这是个sales pipeline完成了 对 看它这个数量减少 减少你可以到item去看 你可以到item去看 你可以到这个item里面去看一下 变了吗 大家 变了吧 对吧 肯定是变了 所以它这个 对啊 我们刚才卖了10个嘛 卖到10个 所以它的inventory 它后台就是它后台inventory管理 它自动就把相应的那种journal 是吧 就update了 这是这刚才我们谈到的 也是一个procurement的一个life cycle 然后又谈到了一个sales的一个life cycle 实际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它是finance 在这里面我就想它后台刚才我们的procurement 包括cell的所有的life cycle 实际上都影响了它后面的entries 很关系 嗯 这个 crm和这个nob 这个之间是一个nob 还是分开的 等会我会讲 我等会会讲 你是分开的nob 我等会有后面的scenario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在我们的项目上这些都要用到 我现在实际上把大家引到这个nob里面 你们再去研究一下 它很容易入门 对不对 但是你要跟cm怎么集成 到时候我们项目上会谈 我们在项目上会做 好了这是后台的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setting up和那个extension 这是后台的所有的一些setup 然后这是对你的系统的 包括你的tags的setup 包括你的cashflow的一个setup 它这个cashflow 你如果是那个content的 你可以它可以focus你的cashflow 它跟后台的这个content 这样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关联在一起了 然后包括你的workflow 你都可以在这里面自己设置的 在这里面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是要大家关注的 Dynamics CRM Connection 看到了吧 在这里面你是可以跟CRM直接做集成的 这个等会我在后面的scenario会给大家介绍 你可以把CRM的这个URL给它 然后设置相应的权限 它是直接可以做集成的 它虽它是两个数据库 但是它的是可以直接无缝的集成在一起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看到了吧 这个在CAM上面 会是我们的一个scenario 但是呢 它所做的集成 我等会给大家讲 它只有几个table 几个entity 它是无缝集成的 在我们项目上比样它 所以在我们项目上的集成 我们要用到ESB 或者web service 集成 基本上啊 这个你看这个那我讲了这儿啊 就基本上是一个你可以做一个under user 对吧 你完全可以做一个under user 来对这个纳务进行使用了 在做项目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会直接impact到你的所有的accounting的那个journal 对吧 包括所有的entries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的 就是它是后面直接都是integrate的关联在一起了 包括你的应收应付 包括你的那个general ledger 包括你的那个entries journal 对不对支付 包括或者是你通过支票支付 包括print check等等等等 它后面都是一套体系都在那了 但这个刚才 这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对不对 那我有了解了吧 是不是很是不难吧 直接就可以放到你们简历里了 直接可以放到你们简历里 知道吧 没有问题啊 现在我们就稍微计输一点了 所以说纳务 纳务实际上对我们的纳务professional来说 我们不光是做刚才那些事情 因为刚才那些事情是相当一个power user来做的 对不对 我们是一个纳务的使用者 你是base manager 你是accountant 或者你是names twitter等等 那我们纳务 它基本上它是要跟其他业务系统集成的 刚才谈到它跟CRM是无缝集成的 了解吧 但是它那个跟其他业务系统集成的 跟其他的application集成的 所以纳务它有一个机制 大家都知道web service吧 我们CRM都是web service 那纳务它把它后台的所有的业务逻辑 抛出去的主要的方式都是web service 所以说我把这个就是纳务的web service 专门列到这儿 大家这个以后这个视频呢 包括这个PPT都会在哪 因为在我们的项目上你们要用到 你根据我给你的这个direction 你就能找去研究 你能找到解决的方案 好了 它就是这个object和那个functionality 都是通过web service来抛出来的 它叫expose出来的 了解 然后它支持两种的web service 这个大家也不陌生 一个是soap 一个odata 那么这个大家它是一个full function的 那这个odata主要是支持crude的 大家了解crude的吗 对数据的操作吗 create read update 还有一个就是delete 就是prude的操作的 其实刚才谁今天问我 那个就是我的第五次视频 主要就是对数据的操作 对吗 哎实际上 实际上odata这个web service用的很多 大家了解啊 它这是两种这个document的格式 只是给大家做参考 一个是wasto 还有一个是edms的document 它有三种的web service 大家看到了 一个是page web service 一个是code unit 还有一个query 那么说这是他们三个的不一样 在我们在项目上实施的时候 一般用的多的一个是page 一个是query 其实用一种就行了 但是这个page很强大 它既支持odata 也支持odata 主要是对后台数据库进行创建 读取update和删除的 看到了吧 好了 大家对对这个nav的这个web service 到这个层面就够了 因为以后你们coding 只要能用它就行了 好吧 就是你们开发 我这个不是说开发的 不是说那个ba的 你们开发就够了啊 大家这个有问题吗 那ba需要的话 ba不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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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使用这种web service web service 一般是调用它 那个后台的这种object 这个function 还用到的 好 而这soap 和data的这个web service 这两个不同 就是说它两个方式 soap是这样的 那个你可以把那个odata 想成它的native的web service 就是微软自己的 它定义的标准 但是被业界已经广门使用的 它主要是gttp这个协议来做的 了解吧 那soap就是不同的系统之间 就比如你是加法开发的 你是用csharp开发的 你是用c++开发的 你是用c++开发的 我这边他们之间互相的集成调用 一般是用soap来实现的 知道吧 而且soap它更是一个full function的 而这个odata一般是对数据进行操作的 对吧 你看就是cru的这种操作的 是吧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有这种三种的这种web page 的这种合适 我们一般用page就可以了 好了 我再到系统里让大家看一下 到底那个什么是web service 是吧 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其实大家以后在做我们在项目上面 会做一些尝试 但是不会复杂 你会需要build你的web service 你会需要调用 把你的web service抛给别人 你会通过这个web service跟其他的系统做集成的 我只要让大家要掌握这个体系 对吧 不会太复杂 那你怎么来看到他web service呢 大家 在这都是他的web service 看到了吧 好 这些都是web service 看到了吧 web service就是以URL来抛出来的 看到了吗 然后你在这可以创建你的新的web service 都可以 他后台有相应的object 他有相应的functionality 他有相应的他的ID 你通过这来可以创建你自己的新的web service 是不是云端慢呢 要等一会儿 他在working 所以他是通过这个 你可以他你可以创造他系统native的web service 然后当你创建完之后之后呢 他生成了一个odata 如果是你刚才我们谈到的是page 那种类型的web service 他会生成一个sovap的和一个odata的URL 你当然了你都可以使用 对吧你都可以调用它 如果是那个codeunet 那他可能只生成一sov 如果是另外一种 那他query的 那他只是odata 这个系统是可以 你可以自己build的一个新的web service的 但是系统很慢 行了这个我们跳过去了 你自己可以build的一个新的web service 然后你可以做相应的选择 然后你可以选择它的object ID等等 来build的你自己的web service 那如果申请bns 我也能够把这个放进去 对 你说bns 那你把nav这个体系放进去 当然是好的 你给nav了解 因为他钱的财务流是在哪的 刚才谈到的是那个web service对吧 那么现在就再想一下scenario吧 我们那个就看看我们 其实这个scenario是我设计出来的 然后是最最广泛应用的 其实大家在这个以后 即使做nav方面的professional 这几个scenario我基本上也都cover了 第一个scenario就是dynamic nav跟你的power BI 关联在一起 就是跟你的based intelligence绑在一起 其实在这上面我就把这个图放在那就可以了 它这个power BI跟我们的microsoft的dynamic nav 是无缝的集成在一起的 power BI是个什么东西啊 power BI是microsoft的就BI的分析的一个platform 对不对 它从你的数据源从数据的抓取 从数据的结构化要分析 然后最终产生BI的一个强大的platform 所以基本上现在我们microsoft的基本上都用它 来做一个BI的一个平台的 在这里面大家这都是它能提供的功能 我列在这啊 还有一个它做的事情 它能做什么事情 一个是 如果它这个就是如果是我们nav跟rbi怎么来集成呢 这是我列出来的一个step 非常简单 在这里面啊 刚才我们到这个系统上面 它系统太慢了 就是第一步 我们在上面build我们需要的web service 通过web service 我们把我们的数据集抛出去 抛给power BI来调用我们的web service 来对数据进行操作的 可以抓取数据的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把我们通过调用web service 把先的数据呢漏到我们的power BI的desktop上面 然后第三步我们对它进行分析把它 把它部署到我们的power BI的paw上面 就这三步 如果是你在我们的项目上的后 比如说以后在我们的工作中遇到的power BI跟nav的集成 就是通过这三步集成的 一个是产生web results web service 然后呢我们把它部署上去 然后呢通过power BI跟我们的web service集成 调用我们的web service把数据抓取过来 在power BI上面进行分析 最后把分析出的结果 然后部署到我们的BI的paw上面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step 大家以后就在我们项目上也会用到 在我们项目上会用到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要实现这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那个scenario非常简单 对吧 大家有问题吗 power BI它是一个web service 它是它是基于web 它是部署在IIS上面的一个web application 所以说当你产生的BI 你必须你要展示它嘛 别人要到哪找到它呢 所以它是把它部署到这个web application上面的 了解吧 对它给你提供一个UIL 你可以访问到你产生的BI 那为什么不用CAMM直接做这个反弹手 CAMM没有反弹手的功能 对吧它需要跟后台的那个NOW集成在一起 CAMM本身没有那个according的功能 那你现在可以给自己编码 自己编码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这个power BI和CAMM的BI不收入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power BI它是一个platform 它这个platform是跟其他各个系统连在一起 它可以产生BI的 了解吧 那CAMM里面的BI是基于CAMM里面的业务数据 CAMM本身out of box的BI的体制 所以它显示的只是一些基于CAMM本身的一些BI 然后它是不一样的 你要做深层次的挖掘 你比如你要看历史 你要inside reference等等 客户的对客户三百个字画像 那CAMM就做不了了 它是一个OLTP的数据结构 它只能反映你的transensional 不能反映你的这种趋势 不同的维度多维度的分析 它是不一样的 到以后就了解了 你在项目上就很快就清晰了 好了 这是一个scenario是吧 大家了解了 因为以后在项目上用 还有这个 这是个scenario 集成Now 跟External System 通过Web Service 那这个我刚才谈到了 我们跟Web的集成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Now 我们要跟我们的Porto进行集成 我们的Porto 如果我们Porto 要客户在上面买了购买的产品 他要把他的信息发给我们的Now 然后要勾入整个的Accounting的Process 他要集成 我就是给大家 这是一个典型的scenario 就跟一个Web的系统进行集成 这是我列出来的几步 大家一定就按照这几步做下来就可以了 第一步都是Web Service 都是Web Service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展示 你都要创建你的Web Service 把你的Web Service抛出去 让人家能调用它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我可能就要复杂一点了 别的其他的系统就可以调用你的Web Service 来抓取到它相应的信息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集成的 当然了 你他只有要要赋予它相应的这个Security的权限 他才能访问到你的Web Service 以后大家 刚才我给大家想展示的就是说 你产生你的Web Service 它会生成一个Key Number 当你在调用它的时候 你必须用这个Key Number 加载在你的程序里面 才能访问到你前面的Web Service 你才有这样的权利 大家在以后做Coding就知道了 就Developer 你们在尝试的时候不知道 那他俩之间就可以互相通信了 然后这是他俩传输的文件格式 一个是SML 一个是解散 大家有印象就行了 那在这个里面 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二个Scenario 我给大家再深化一点 其实在一般的我刚才谈到了 就这就是那个NOW的Web Service 那这就是前端的比如Port 就比如Ecommerce 对它直接调量就行了 其实在我们真实的环境中 我们中间加了一层叫WCF这一层 就Windows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这一层 了解吧 它相当一个代理 它相当于把我们NOW里面的Web Service 跟我们Web系统中间隔开了 这样它更安全 知道吧 通过它展示给这个前端 调用它的Web系统的这个Web Service 只是它应该访问的 这个大家keep in mind的就行了 这是它的一个机制 看到吗 这是它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介绍了这一层 在项目上 我们也希望这样实现 我们会build的一个WCF 这样一个机制 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参考的框架 大家能跟上吗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就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 scenario 就是NOW跟Web系统进行集成 通过Web Service集成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参考框架 好了 这第三个 第三个参考框架 对不对 第三个参考框架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Web Service来集成 其实Web Service是我们推荐的一种集成方式 然后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可能会放在第二个阶段 来对这个通过Azure Service Bus来集成 这是这个几个部分了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当谈到这个集成的时候 有一个叫Message的一个集成方式 大家在CM里面那个Q 大家了解吧 Q那就是一种Message的一种集成方式 知道吧 就是先进先出 我把我的信息扔到这个Q里面 然后呢 你Q了另一端把它劈开 就是一种机制 但是我介绍的这个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微软云平台的这种Message的那种机制 它有三个model 一个就是Q的model 就跟我们那个CM里面的那种Q的model是一样 先进先出 还有一种model 就是那种这种topic的model 它广播 然后你subscribe 你就可以抓取到你听到的信息 对吧 但是呢这种信息你可以它设置可以设置filter 比如我只是想听到这个天气预报的信息 它subscribe这个天气预报 我只想听到多伦多的天气预报 它可以设置这样的filter 所以它只收到多伦多的天气预报 了解吧 这是subscribe和那个和topic的一种model 还有一种relate的model 那在我们这个项目上 我现在大家最后就实现Q就行了 我们会通过这个基于Azure平台的service bus 来实现Nav跟我们CRM的一个集成model 好吧 这个行吧大家 那这个集成方式很很很也是 然后把这个这是实际上web service你publish出去 在下面我就说你把产品信息 产品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service bus把它集成在一起 这个Nav里面把产品信息发布出去 然后呢放到我们这个云端的service bus里面的Q 然后呢在Q的另一端的CRM就可以通过Q来抓取到产品信息 从那个把那个Nav里面的产品信息抓去到CRM里面了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model来实现的 这里面大家在过程中只要按照我这个step by step走下来 这就是个model 刚才那个Villiam问就是这个跟CRM的集成 那个Nav跟CRM的集成是无缝的集成 这是我从那个载下来的 就他们之间是无缝的集成 就是在CRM里面的你的用户可以看到Nav里面的数据 当你把它们集成在一起的时候 Nav可以看到CRM里面的数据 但是在这里面我想列出来几点就是 怎么能看到什么样的数据呢 一个是你的account的数据 就是在CRM里面在CRM的account对应了那个Nav里面的custom 然后CRM的contact对应着Nav里面的contact CRM里面的product对应了Nav里面的itr CRM的这个user对应了刚才CRM里面的就是那个Nav里面的那个user组的user 他这是对应的相互对应的 所以说像这些antit的集成是无缝的集成的 还有cells order CRM里面cells order 对应的也是那个Nav里面的cells order 这个通过刚才我们那个它无缝的集成的设置 他们这些antit的集成是无缝的 但它不是在一个antit下面 它是它是它是不同的database 在不同的table下面 但它们之间是think up的 最后一个这个这个dynamicsNav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advanced topic 也就是说我们dynamicsNav 它后台跟Kartona是集成在一起的 就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我把这个放在这儿 这个对集成对大家是透明的 但是大家在系统里面需要设置 所以这个 所以当我们我说我要 比如我让你我说你去过预测一下 这个产品在未来的半年内的它的销售的趋势 你不需要自己coding 你只要去跟这个Kartona通过集成的方式把它绑定在一起 它自动就给你预测出来它下半年的销售的模式了 但是这功能我们要实现预测focus 还有一个现金流的focus 因为那系统就是我是那个accountant 我想了解我们这个企业下半年现金流的走势 也是可以通过Kartona来进行设置的了解吧 好了 这个基本上这是我们今天我就把大家对这个Nav 把大家带进门 大家对它有了解了吗现在 有概念了没有 可以做项目了吧 可以做了吧 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做项目 因为Nav将是我们项目重要的一块 这是我未来的topic 今天这个topic只是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的brief 对吧 我就是到时候我们都会有 我们的系统都会有这样的环境 然后到时候在下个星期我们团队就定好了 每个人都会做 然后你做了给大家分享 像我这样的展示给大家 然后这是我未来的一个topic 当然这个Nav这个topic我以后会把它重新再讲 成为我们的课程的一部分 因为今天这个我没有太多时间 准备我只只能一天多时间 包括PPT所有 所以说那个会成为我们课程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东西我希望放在你们的简历里了 你只要走下就可以放在你们简历里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那么说下面我的topic就是一个app model开发模式 这个很重要 这个稍微是advanced topic 我现在不会讲一个powerapps 以后以后我们改变为365全是app 这是full developer的 还有一个cdm这个model 刚才那个人民在问cdm是什么呢 common data model 它就是dynamic365年介绍了一个data的layer 在他认为他以后的所有的集成 都是通过datalayer来集成的 都是使用相同的indity来集成的 这个东西到时候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但是不是在近期了 等这个东西成熟之后 我会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就是整个的dynamic365 但是mata你是前端的CRM 还后端的ERP等等等等 它都是建立在共同的数据模型基础上的 它把它集成在一起了 这个是我们以后的topic 大家都看到这个地方吧 extension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你看到你刚才这个GP 对吧 所以它这些现在你可以看到Nav这个体系 它跟其他的系统的这种集成 都是可以通过intention 直接把它集成在一起的 包括把GP的数据拿过来 把paypal的数据拿过来 然后把你把quickbook 你有的其他财务软件的系统都拿过来 知道吧 你还可以再添加新的extension 都可以在这来实现 所以说这些方面 大家以后再进去很快就了解了 你包括这个CRM的setup等等等等等等 包括邮件的setup 这个OCR是什么大家了解 那Dame知道吧 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其实我们在财务上面有很多这种文档 就是这种paper文档 所以它是一种自动识别你这个文档里面的item 知道吧 要不然你想每个字的手录录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Nav系统里面 它也可以跟第三方的产品来集成 专门来识别你这种paperwork 或者是你这种其他的documentation的format的一些文档 了解吧 所以说它这个系统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说在那个过程大家很快就熟悉了 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去展示 你那一块 基本上就是我今天这就是我今天topic 大家那个有问题吗 大家可以跟我探讨一下 我们今天时间快用完了 线上有问题我看一下 因为今天那个在系统里面 因为昨天我弄到我没有太多时间 我本来是想花点时间的 结果我实际上就昨天 我昨天下午到到Tim Hunting 我才开始走在这个系统里面 真正的 因为不是你要走熟 要给大家要顺上的走下来 我是要去走的 对吧 所以我昨天没有时间 所以我看一下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 一采购库 采购库存就增加 一采购库存就增加 但是一般的订货有可能会提前预定 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才到货 系统这样的设置是不是真的情况下不符合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非常好 大家怎么来解答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在我们在真正的在库存管理的时候 是有个过程的 一个life cycle的 你有一个库存到货 还有验货的问题 还有退货的问题 还有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应该在这个体系里面管起来的 那么现在像这些东西都是要在这个系统里面进行定制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nav 它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 像刚才你去这种具体的情况 包括验货收货退货 都需要在这个系统里面来定制的 它现在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只是一个standard的 一个out of box solution 所以它里面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里面配置 然后customization 你也可以在上面做开发 那我是不是做不做不了库存管理啊 那我能做库存管理吗 肯定能做 肯定能做 对肯定能做 它本身你刚才它对item的管理就是库存管理 对item本身的管理 还有它库存管理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库存的消减 有时候还有supplier送错货的情况 你说对了 所以就验货收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里面 刚才我并没有给大家展示 你这个验货收货 你都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来 验货收货退货 对吧 都可以在系统里面来实现 那我在系统 那我提供的inventory里面的功能来实现的 那我应该和仓库管理integration 虽然有专门的仓库管理的APP 你这个说的非常好 就是说你仓库管理 你可以leverage第三方的产品很多 你还可以给SAP继承 你还可以跟其他的比如sega继承 但是NOW它本身就提供了你的inventory的管理 你可以在上面做深层次的这种配置定制和开发的 是吧 它自己就可以做那种仓库管理 它刚才我在最开始那个它有warehouse的管理 好了 这是线上的同学们问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 它一般是不是用在那个B2B的还是可以 都可以B2B B2C都可以 它有你说的对 当时我没给它展示它其实有两种model 一个是B2B B2C 当你在创建你的customer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它是B2B还是B2C的model 对对对我刚才没有展示 因为我今天逻辑比较乱 所以说有的就很多都漏掉 我昨天试了 我今天展示只有20%都不到 昨天我试的东西 因为我没有把它没有时间去把它离得很顺 所以就漏掉了知道吧 嗯 但是这个体系已经在这 人家这个产品的这些附属的东西 像你买的口 可能有些资本子啊 可能这些东西 都有它有attribute 你要对它进行管理 你在你设置一个item的时候 它有很多attribute 你需要对它设置的 可以对它进行管理的 比如对产品进行分类 进行管理都可以的 也有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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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企业的工资 都有 这是good question 我们也会在 以后在下午上会讨论 就比如sales pipeline 那本来我们肯定放在这个sales里面 但是呢 一般的sales 就是sales 它在这些sales更强大 知道吧 那一般的也要一个小的企业 你像一个小的企业 就是一个贸易公司 我从这儿采购 我直接卖出去 你就不需要用sales 那种强大的 那么它有强大的 这个辅家功能吗 你可以cosmization 你开发功能吗 你就用这个那很简单 对不对 非常简单 它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贸易公司 就是买卖买卖是吧 就很方便 它里面也有这个custom的管理啊 对不对 它有管理 它有你看wonder的管 它有wonder的管 虽然里面你要是有wonder的管 你就得重新创建啊 哎 你这个你这个问题 我再给你写立的 非常好 在nav里面 它sales的开端不是立的 对 对 但是你可以在里面做开发 但是它不是立的 但是从那个从它的开始 它像一个简单贸易公司 你看到吗 它是从你的customer开始的 就是你已经有customer在这儿了 我然后有商机了 有商机有code 然后来产生跑路 知道吧 都上的话 如果是大企业的话 当然CM更强大嘛 它就是做sales marketing service 去掉 你就用它的是accounting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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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给它它使用的 像在我们的项目上啊 它就是accounting 它只是使用accounting 它也比如它这个小卫内交的 就是客户才认为我们需要去行 有道理 它其实真实的场景下 真实的场景下它都有 你在那个你比如accounting里面 也许你有你的产品 你库存嘛 你库存管理要放在这儿嘛 对不对 我不可能放在CM里面 库存管理肯定放在这儿了 那产品你是在CM定义的 我们实际上做的 合理不合理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要大家有一个完整的有链 那当然了两边都需要有product的信息 所以你才有集成 就是你的product信息既存属在CM里面 也存属在Nav里面 了解吧 因为你要对它的inventory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这个项目上 一个accounting inventory 的管理 线上同学有问题吗 刚才我看有人要说话 很快的嘛 我线上20个人 哎呀 我就问一下 那个 那就是因为很多企业 已经有一些老的软件 那些像他们这种大部分的企业 他们会怎么配置他们的这个系统 就是CRM 加上那个老的那种accounting的system 还是就是说只是用那个Nav 呃 他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其实我们每个企业 因为有很多legacy系统 其实我跟你说 每个企业都都存在着一个legacy 系统的一个运维的过程 还有一个legacy 系统sunset的过程都有 这跟每个企业的这个这个状态不一样 现在现在就是说云来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以前的legacy 系统都要被sunset掉 因为很多以前的系统是CM自己开发的 或者一些成就的CM系统都要sunset掉 所以这个过程中是跟这个企业啊 它的这个IT战略发展有关系的 业务需求有关系的 那么说那个一般sunset的一个系统很复杂 所以说一般是数据迁移啊 包括业务迁移啊等等等等 他要会走他另外一个体系 所以这都有 现在我们同学的项目上有的是 最简单的是from scratch 所以说我们的你比如我们要实践项目 最简单的从零开始build 最简单的说实话 但是一个企业里面往往不是这样 因为一个企业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系统 有的系统已经都数年了 但他呢他有他有信息在里面 他没把sunset的掉 所以这就是IT系统复杂的一个原因 所以每个企业不一样 但是走向云端 然后呢adopt的CM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因为以前CM是绝对的昂贵的系统 是一般是上不了的 因为现在这个走向云端之后CM轻量化 所以大家你看企业都能上CM 是不是后端一样CNOW都可以上 非常简单了 是吗那个那个grace啊 回答你问题了吗 对对对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说我之前这几天看那个 那个job marketing上 很多都是找找那个Nav development 做Nav你会发现更容易 我告诉你们坐下就知道 Nav很容易做development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看到这个很容易 让你们的这个简历啊 扩大幻化 所以说很Nav不难 那所以说我刚才看到那几个 一个是web设备 你做的就知道了 你只要能做出一个典型的CNOW 你当然这个就在你口袋里了 而且以后我再还再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现在从CM扩展到Dynamic 365 因为以后它不可分了 知道吗 以后你再过两年之后 我们更多的可能不再去谈Dynamic CRM Dynamic Now 都会谈的是Dynamic 365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把扩扩张了 就把这个知识体系扩张了 是吧 Grace 嗯 明白了 我们会有机会上手练吗 这个这个这个love 那我到时候你要可以在系统上实施 但是你开发的话 你因为Grace你是求是开发吗 那你需要找一些case去练它了 对吧 我们我们那个5月14号的项目会 会在上面来做 会 因为那些我刚才谈到的scenario 基本上都是 其实我给大家介绍 都是为项目来定制的 我们项目上的东西是绝对的参考框架 你在企业里面不会超出它的应用范围了 很完整 知道吧 OK 嗯 它这个开发这个CRM差不多的是吧 可以不太一样 它那个开发的话 它用C 它用它的开发语言 但看它的开发语言很容易 然后你对它调用的话 如果你对它web service 包括你ESB的开发呀 都是csharp 就是csharp了 但是它的native language是它的语言